現場又是奏夜 又是舞蹈 烏茲別克迎接時隔近千日 首次踏出國門的中國國家主席 習近平 將在當地登場的習普會 成了一大焦點 但普丁對習近平伸出 援手的殷切盼望 最後可能落空 CNN分析 隨著二軍在戰場吃鳥 習普兩人對於要攜手建構新世界秩序的誓言 可能跟著話為泡影 老朋友過河拆橋已經夠讓人憤怒 沒想到習近平把中亞當成20大前重點出訪地區 無疑是企圖染指俄羅斯勢力範圍 中國鎖定中亞已經不是一兩天 這回習近平把哈薩克當成行程第一站 意義非凡 雖然夏季差點滑了一跤 但看得出來野心勃勃 因為中國2019年在當地砸下140億美元 投資油氣產業 香港里能大學教授張博慧 也在時代雜誌的訪問中分析 隨著俄羅斯入侵烏克蘭 造成全球能源市場混亂 能源豐富的哈薩克再度變得劇足輕重 中亞國家勢必成為中國能源的關鍵來源 對北京能源安全政策至關重要 特別是我和你共同宣布 發展中俄新時代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 過去和普丁的結拜誓言 現在習近平把同一套劇本改在中亞上演 不過一旦與普丁為敵 習近平的第三個五年 勢必得走得更加孝心意義 三弟兄們 上段報道